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一集的超市品酒園 實在現在真的太熱了 雖然只是5月 但是每天都說是33、34度 所以今天繼續為大家介紹這個 凍飲系列 除了我上次介紹的 Shirley或者白酒大家都會凍飲之外 其實這款粉紅酒 可能大家都喝過 粉紅酒都應該喝過 都是凍飲的 以前粉紅酒其實是很便宜的 可能是葡萄不好 用來養粉紅酒 甚至是便宜的 用白酒加紅酒 混合粉紅酒 其實還有 但現在就好很多 現在大家 尤其是這個區 法國的這個區 普洪斯 普洪斯 普羅黃絲 他們其實都很用心 讓粉紅酒 我試過喝過這些粉紅酒 甚至乎是一瓶很乾的粉紅酒 很香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是很出色的 這瓶 我都看見很熱 買來喝 我看見了 普洪斯 一定不會太差 所以買來試試 這瓶是 Val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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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粉紅酒 真的不要買 不要買 超過三年以上 那些 真的不要買 因為它也是 預理比較新鮮 的時候喝 所以2018年已經很盡 所以試試什麼味 我試試看 那些粉紅酒 真的好像 味道 香味 好像一瓶 做到很好的紅酒 試試看 這個粉紅酒 其實顏色很漂亮 它不是粉紅色 有一點是 好像是 桃 很漂亮 一些淡 橙紅色 好像 天空 天空 即是日落的時候 那種顏色 好 聞一下 其實它都有很多 都是一些 cherry的味道 一些紅莓 櫻桃的味道 都不要期望 普通的一些粉紅酒 是有太多的味道 但是聞下去 有些花香 有些櫻桃味 其實就已經是 很足夠了 那就試一下 其實這瓶 是一瓶乾的 蠔色 酒精度 都12.5度 喝下去 是 有些 紅莓味 有些少少 好像是 糖果的味道 糖果的味道 是 好像吃一些 小蜜桃的味道 都挺好喝的 挺舒服的 我買的時候不用一百元 好像是九十幾元 我都忘記了 九十幾元 一定不用一百元 喝下去 都挺舒服 挺好喝 挺好喝 挺香的 挺甜 喝下去其實是很乾的 但感覺是很甜的 我覺得是夏天 值得推介的一瓶粉紅酒 我覺得夏天是值得推介的一瓶粉紅酒 挺好喝 挺舒服 喝下去感覺上很甜 但實際上是很乾的 一瓶粉紅酒 希望可以介紹這些好的酒給大家 這個值得買 真的不錯 雪冬海 夏天真是舒舒服 喝下去也是不錯的 下集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讚好 訂閱分享 和按個小鈴鐺 有新的一集就可以通知你了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